吃也吃很多 睡也睡不著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趕快 就好像快死掉了 感覺自己快死掉了 因為每天都不能好好的睡覺 不能好好的休息 就趕快把體重減下來 就到了小醫師那邊 就一蹭體重就 哇!兩百公斤 所以平常自己都沒有在身體中 不知道已經到兩百公斤 就一蹭就知道 哇!兩百公斤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你現在成功減重了八十公斤 請問一下你是用什麼樣的 方式來減重 就運動 少吃 啊! 就不吃甜食 聽醫師的指導 就這樣子 配合醫師的治療的指導 所以你也改變原本的飲食習慣 聽說你原本是廚師欸 你現在也是在做廚師工作 所以烹調方式都已經是自己改變了 對不對 畢明一些優累的 還是一樣正常吃 還是正常吃 但是烹調方式自己已經懂了訣竅之後 就會做一些改變了 那飲料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都怎麼處理 就喝水 喝一些綠茶 那你以前都喝什麼 就喝烘茶甜的 每天都要叫那個飲料店觀眾 十幾瓶 你一定要喝非常多飲料 對!至少十瓶以上 至少十瓶以上 OK 過去 大概經過大概一兩年的減重 最多大概幫病患減掉五十公斤的體重 但是治療也非常特別 他總共減掉八十公斤 而且是從病態性培胖的範圍往下減 那因為一般來講 病態性培胖經過半年的治療 能夠成功下降百分之十的機會 真的不到百分之十 十百分之以下能夠成功而已 那他是在百分之十以內 而他又減的特別的多 減掉他原本體重的百分之四十 那這個我覺得是鼓勵所有的 病態性培胖的我們的朋友 你應該先好好的接受半年的內科治療 給自己半年的時間 假設半年減不到百分之十的時候 那個時候再來接受外科的手術 也不遲 不要一開始就去開刀 因為即使開完刀 你還是要早吃還是要多動 所以不如在開刀前 好好的在這半年內 好好把這個習慣養成 這樣對術後的整個育後 我覺得比較好 那想問關鍵是什麼 他會成功的關鍵 其實我覺得 第一個當然 內科的療法 我們少吃多動 還有靠一些藥物來幫忙 可是最重要還是 自衛本身的意志力 他要戒掉每天要喝十杯的寒糖飲料 不容易 從來不運動的 不完全要開始可以做運動 這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是 病患本身的意志力 是很重要 然後一定要好好地接受醫師的建議 做一些生活習慣 做一些生活習慣